我姓蔡,名蔡元,蔡元滾滾的蔡元 我现在在台湾民政府总理府里面的委员 全台湾我们都有六个州,还有很多的郡 因为当然台湾民政府,那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有台湾民政府,一个中华民国政府 跑一个台湾民政府 那是我们根据2006年10月24号 由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率领228,就是代表以前228这个数字 向美国提告,告美国 倒是怎么样,依照就应栏合约里面 你是占领国,怎么会变成中华民国 这样子,搞到那个地方法院 还有高等法院就判决 判决的话,地方法院有三点我们胜数了 然后在高等法院,它本身又加上两点 当然我们是预计怎么样,人权 那么美国它是讲究人权的 所以我们人权,在告他 我们本土台湾人的话呢 就是没有第一,没有国籍 第二,没有世界承认的政府 第三呢,美国按照就那些女孩 是这边的占领国 那么高等法院呢,再加一点 就是说,我们台湾六十几年来的生活在政治恋意之中 另外呢,它说美国的行政部份 行政部门呢,要依照我们的原告所需求来旅行 所以我们高等他之后呢 当然呢,我们按照美国的指示 我们各地方都要成立怎么样 服务处啦,郡啦,或者州的办公室 然后把这个讯息传给我们台湾 本土台湾 为什么有的觉得很奇怪 那我是哪个中华民国身份证啊 哪里有什么本土台湾的 那怎么拿啊 结果美国,你看它跟我们讲说 你要户口名部,户口顶本 日本时代的 他非常清楚 那日本时代的话呢 他有著名在19...多少呢 用1945年9月2号为界线 以前呢,就是本土台湾人 那以后呢,就是本土台湾人后裔 他为什么要1945年9月2号呢 就蒋介署到这边来呢 就是接收日本投降那个为一个界线 那当然,我们一切都按照美国 他说你申请那个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哦,那个另外呢,你要来上课 为什么,你必须要懂华礼 因为中华民国的六十年在那边教育啊 他都是我们,他那帮的 他不管我们的志愿啊 他都把我们改成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这是违反国际法的 因为大家都没有志愿,你知道吗 所以因为有台湾民政府这... 这个这个华门哦 哦,就是我们可以把台湾呢 走向国际化呢 唯有这个华礼的 那人家讲啊 那你光是讲华礼 那中华民国在这边根深蒂固啦 你没有什么办法 那民进党的话,有个党都没有办法 那很抱歉啦 那民进党他是中华民国体制内的一个党啊 对吧 中华民国他号称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啊 那很奇怪耶 那我们台湾民政府呢 跟中国这个关系都好一点关系啦 所以我们不参加选举 为什么 本土台湾人还要选举什么 尤其那个中华民国是流氓的啊 流氓不能就地合法 那不能就地合法 他也不能够征兵啊 也不能够我们征税啊 结果他根本征兵又征税 那好啦 几乎六十几年大家都不知道嘛 但是现在呢 有台湾民政府成立之后呢 慢慢本土台湾人 他们会觉醒 他知道哦 原来这个不应该的 你中华民国 你当初当二次大弹 跟美国是同盟国 他们一起怎么样呢 哎 你是被日本打 打到山上的呢 你不是战胜国 你虽然是战胜国 是战着什么 战着美国的光彩呢 因为美国 丢了两颗原子炸弹呢 才把日本 炸了以后他投降 那你你中华民国 讲的确实 里面中华被打到 跑到山上去了 对吧 你也不是为了 说台湾要关乎台湾 你来打日本的 不是啊 反而里面很腐烂嘛 在中国大陆很腐烂的 被日本呢 几乎怎么样 要把它消灭掉